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 468面 第五行 468面 第五行 最后一句看习 经念佛人 粗语耳识闻语佛女 此以一时专注一眠 一端念故总是六根 远比身世 如是六识 习皆不行 我们从这一刻看起 这是莲齿大使告诉我们 信念一心痴迷 它的效果 彻彻实实 是 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门都能够融势在其中 前面我们说过禅宗 宗门 剁了莲齿大使的一番法之后 晓得一心痴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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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这档开示呢 是说的叫相 别离不开持民这个方法 那么念佛是以耳根稳明号 那么念的方法 古来的大德常常提示我们 首先要放下万语 也就是说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这个佛号从心里面伸出来 要从心伸出来 从口里面念出来 然后才从耳朵里听进去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 必能学心 此地所说的就是这个方法 所以二十日闻笔佛名 我们自己念自己听 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这是以意识专注意念 意念呢 就是心里面想佛 听到佛的名号 心里面就专享 意识专注意念 意识专注过呢 我们总是六根 就是大师之菩萨 在《论言经》上教给我们 都是六根 嘘秆专注六根 有nim健闆 在这儿之间他誓n cha 《论言经》 1 1 0 赫 fitness 就是专注意念 六根自然就收出来 言而言彼 十月深 如是六识 戒息也不行 它不起别的作用了 不起其他的作用了 专门的在享福了 六识就不至于胡思乱想了 到念疾而忘 这个念疾是指的功夫 功夫深了 一般所谓的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是讲的能所双忘 把能念的自己 俗念的佛号都忘了 这个忘在此点是比喻 就是都不执着的意思 不是真的忘掉了 真的忘掉了 那叫无忌信 那个不信 那个也是属于烦恼 这个忘是比喻不着相 禅宗里面所说的 离一切相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 《金刚经》里面讲的 无母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是心不执着相的意思 此地这个忘就是不着相的意思 能念所念都不执着了 这一不执着 这个能所就融成一片了 因为执着才能所才对立 到不执着的时候 能所就合而为一了 合一的时候 这就叫一心 有能有所是二心的 一心不乱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难体会得到 也就是初步的功夫成拼 那么这是这个功夫生的时候 达到这个境界 所谓横身思量者 其思极 望之不已 望极而化了 所谓真望和活的 期望消炎 在七十八十一切不行 那么这个境界 就是说于理业心的境界 那么由此可知 念佛的功夫 确确实实 它是有层次的 不断向上提升 首先 使读学六根 静念相及 这个是方法 这个方法 从初发心 就是我们初念 一直到理业心 到语言成佛道 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绝不可以改变 这个境界提升了 要不要再换个方法呢 不需要 还是这个方法用到底 用到底 到不分别 不执着了 这是属于 这是属于 四一心不乱 到望极而化了 真望和和的时候 这个就是理一心不乱 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 明心见信 到见信 这个境界了 那么说 期望消炎 这个望是望想 望想分别执着 到这个时候都没有了 那么七十八十 一解不行 不行就不起作用了 七十的作用 是执着 是执着 八十的作用 是分别 六十的作用 是分别 那么换一句话说 分别心 执着心 都没有了 都不起作用 这是到这个境界了 逐迹不成了 从得严妇 其五十亿有何论 这八兴亡不起作用 兴亡所复述的兴索 这五十亿个兴索 当然就更不起作用 这当耳之时 这当耳之时 就在这个时候 巨浪微波 行程之水 巨浪 是指前期时 与相应的星所起作用 就像大浪一样 这个微波 就是阿赖也时 与他相应的 五变形 星所起作用 这个很微细 比如说微波 功夫到这个时候 大浪 微波 都停止了 那么由此可知 心底真正到了清净 清净心 净心 清净心就是真心 就是自己的真书本性 那么这现成家所谓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你见到了本来面目了 本来面目就是自信 本来面目也叫发觉 本来面目目 本来面目目也叫发觉 见到量 一般就叫成佛了 见到就成佛了 见信成佛 那么这个佛 并不是究竟圆满的佛 知力究竟圆满 还有相当的知力 那么为什么 叫他做成佛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所用的心 跟佛所用的心 完全相同 我们凡夫 身吻 原觉 这个全教佛萨 我们用的心 跟佛不相同 这个不通在哪里呢 这些人所用的心 叫意识心 就是八识 所用的是八识 五识一心 所用的是这个心 佛所用的心 是真心 是本性 这是完全不相同 用世心 你 用真心 去绝 念佛人 念到这个时候 见到真心 这就是 原教里面 所讲的 初度菩萨 以上的境界 初度菩萨 破一品无名 尽一份真心 就是这个境界 就是 知浪 微波 咸臣 知水 龙云 波乌 静坐 成空 这一句跟前面比喻 是一个意思 龙云 跟巨浪 一个意思 波乌 跟微波是一个意思 所以都市讲的 这个八识 五识一心 所不弃作用的 唯一是一心 更无语法 这真正道一心 这就说明了 这个教相 除了禅宗之外 都叫教相 在中国 像新手 我们也称作华严宗 天台 也称作法华宗 法相为时 散论 这许许多多的宗派 他修学最后的目标 都是这个境界 在产 叫明心见心 在教呢 叫大开元解 名字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换句话说呢 就是唯一识家 所说的 短八识 乘四志 这个 教到最后 是达到这个境界 那么我们 也是达到这个境界 也是短八识 乘四志 那我们用的方法呢 很巧妙 就是用一句话 幸运 痴迷 由功夫成篇 到肆意心 拨乱 到礼意心 拨乱 就达到这个境界 这就说明 这个方法 手段呢 那确实有巧妙不同 所大道的目标 完全是一样的 唯一识一心 更无余法 过于 无不业 这就讲 这个一心念佛 跟这个 这个念到成熟的时候 心亡心所都归了 都归到自己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明白了 这个心亡心所啊 原来是 这个一心呢 它不移了 它变出来的 如果归移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心不移了啊 就是 维时经论里头 所讲的 无名不居恶 生三七 禁戒为远 长六处 就是八十 五十一心 所是这么 变现出来的 《雷银经》上 讲的 真如不守自信 才会变出 这个八十来 那么八十 这就变现 十法界 一正名状元 变现出 这些东西 所以到最后 都归了一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进宗方法 在所有法门里面 它的确是 无比的出身 那就是它简单 容易 稳当 直解 所以 超过了 任何一个法门 但是这个法门 也确实 像佛所说的 难信之法 修行不难 行不难 信难 不太容易 被人接受 那么不能接受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知道 本经经文里面 说得很好 不可以少 善根 福德因缘 得深必顾 也就是说 你的善根 要是不够 福德不够 这个法门 对你 就产生了 很大的 疑惑了 疑问重重 你得不到理由 这个善根 多少 要多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多呢 无量寿经上 有一个标准 值得我们 做参考 无量寿经 同学们都念得很熟了 经商 那佛告诉我们 阿舍王子 与五百长者子 这个 我不必须说了 读一读很清楚 这些人 善根 相当深厚 佛说了 他们在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过 四百一佛 这个数字 我们要细心去想一想 一尊佛出世 常言说的好 这三大二分期间 他能够供养四百一佛 这是多么长的时间 这样的善根 还不能接受这个法门 他们听释迦牟尼佛 讲无量寿经 生了欢喜心 希望自己将来成佛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生了这么一个心 还没有 法院求生净土 这个念头 他们也生起来 那么这就是说明了 过去身中 深深世事修行 曾经供养 四百一祝福如来 这个善根还少 那不算多 还不能 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进土 这是我们 实实实在的意想不到的 所以经上讲的这个 多善根多福德 那确确实实 是像大臣经上常讲的 过世深重 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 祝福如来 这无量无边 跟四百一比 那当然是多的太多了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善根佛德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法门是因缘 那么这一生当中 必定 得生进土 超越轮回 得生进土了 我们从今天里面 知道了这个道理 明了这个事实 那怎么不珍惜自己 这一生的缘分 我们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了我们 不怀疑 我们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这能信能解 就是善根 就是多善根 我们很愿意去 这个求生进土的意愿 很强烈 我们肯念佛 二六十中 敬念相继 换一句话说 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常常在我们心中 我们常常想 常常意念 时时刻刻 都没有忘掉 这叫做多福德 没有比这个福德更大 所以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善根 福德应远 这三个条件 通通之处 那哪有不生的道理 这是决定的 那么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了 便说中门叫下了 受方如来所说的 五量发门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必多久的时间 不必多久的时间 就完全通达了 这是这个法门 无比殊胜之处 因为 连持大使 在这个介语里头 讲得太好了 唯一是一心 更古于法 那就是说 一切诸佛 无量无边发门 都是从一心流出来的 你只要得到一心 所以一切发门 你没有一样不同的 你把发门的总纲灵 抓到了 固执至心 念阿弥陀佛一声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良由正直 礼仪行过 如放花三昧中说 这些经论里面所说的 我们都要明了 然后一律 才能够断除 念一声佛号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如果 你要不了解 佛前后所说的 单单看这一句 你往往会误会 我一天到晚念佛 一天念了几万声 那我这个罪部 统统都灭掉了 那你就是看错了 佛讲这个念佛一声 是理议心那个时候念佛 才有这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是散乱心念佛了 能不能灭罪呢 能 灭罪的力量很不弱 因为不念佛呢 就忽苏乱想了 念佛嘛 总好得多了 就不要忽苏乱想了 有的人 一面念佛 一面还忽苏乱想 那就一点办法 可见 我们这个灭罪 是非常非常的 微薄 这个要知道 这是功力不够深 不是说 佛说的话不理 是我们的功夫不到价 那么这个地方 关键的字员 就是在置心 这两个字 我们是散乱心 置心就是一心 这个心里面 一个残念都没有 一个妄想都没有 这叫置心 叫一心 那您念这个佛号 功德不可遂 所以念佛 贵在敬念 大师之父 他给我们讲 敬念相起 这个敬就是一心 一就清净 二就不敬 就不清净 敬念就是置心 置心就是敬念 可见的 这是关键的作业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学习 那么哪一个不想学呢 想学 学不到 忘念 偏偏多 这个是自然现象 因为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是五十节来的习气 连晚上睡觉都打妄想 睡觉做梦 就是妄想 没有妄想就不做梦了 睡觉的时候打妄想就做梦 就变成梦中的经济 可见的这个妄念 确确实实 是二十四小时 祈福不定 没有能力来控制他 佛法教人修定 定就是控制妄想 那么我们用短时间来念呢 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禁念 时间长了就难了 所以古人讲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经常要很长的时间去念 那么长的时间 当中一定打妄想 咒比经短了 时间短 几分钟里面 这个不达妄想 也许能够控制得住 佛号就更短了 阿摩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当中 一个字一个字相续 这里头一个妄想都没有 确实是比这个念咒念经 效果更要殊胜 但是要叫这个佛号相续不断了 那就难了 这个佛号当中也会夹杂妄想 有一些人来找我 他说法师 我不念佛的时候 好像没有妄想 心很清净 越念佛的时候 妄想也多 其实这个问题 不是他是第一个人 我们在英光大使文章 在祖师娱乐里面都看到 都看到同样的问题 祖师们的解释 也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不是平时没妄想 平时有妄想 你没有去觉察 你没有去留意 到一念佛的时候 忽然发现到这么多妄想存在 绝对不是念佛念出来的 没有这个道理 是妄想本来就是这么多 本来就存在 没发现 念佛了 发现了 或者是静坐的时候 发现了 当你真正想用功的时候 发现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妄想 这么多的杂念 这的发现 这发现之后 你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念佛 参禅 用功 主要就是要对付 这些妄念 妄念起来 古代的教给我们 就不要理会就好了 他其他的 我念我的佛 我们把精神 一直 注意在佛号上 妄念起来 不关心 不理他 这样时间久了 佛号就得利了 所以佛号得利了 佛号的佛号 我念少了 大概一般真正用功的人 真用功的人 念个五年 十年 大概在一支箱里面 可能还有两三个佛号 那功夫就相当不错了 这一支箱 我们这个长箱 一支箱 是一个半小时 就是一个半小时 念佛当中 还会有念三个忘年 那要是一个忘年 都没有了 那这个念佛功夫 总在十年以上 真正有功人 如果说我们念佛 已经念了十几二十年了 一支箱里头 还有几十个妄想 几百个妄想 的话你就想到 我们念佛 从来没有认真用过功夫 不认真 没有认真干过 要认真 那不可能有这么多妄想存在 这个是要晓得 念佛如果不能把妄想扶住 这妄想就有问题 就相当不容易了 如果念佛确实能把妄想扶住 往生就有把握了 你功夫成就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也有人问 要怎样把这个妄想消灭掉 如果你想消灭这个妄想 就又多了一个妄想 不但妄想被消灭了 就又增加一个妄想 刚才说 不要理它就好 但是这个里面 还是有方法技巧的 这个方法呢 就是要把视远看淡 所有一切妄想 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执着来的 执着就是放不下了 这个东西要命啊 我这次在高雄 讲经也是几个同修 谈到这问题 有一位同修说 他说我其他的都可以放下了 我这个孙子放不下了 那完了 你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就没有办法 特地轮回 那放不下的那一桩事情 就是一根锁链 把你拴在这个地方 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好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泡影 你要看破 看破之后 你自然就能放下 你这个念才能够达到净念 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那个念就不是净念 不是净念 那么换句话说 你在这个法门里面 就这一生当中 又中一次三根 没有成熟啊 不能往上了 就跟过去无量节来一样 深深深深中山根 真的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你的山根成熟了 那你这个神 那你这个神 决定的神 一般人不明了啊 佛经上常讲迷惑颠倒 放不下 这当然叫贪爱啊 贪爱的这些对象 不外乎五欲六成 财色明时睡 家亲见书 贪念这些东西 最难决定 最难决定 亲情 像我刚才讲的 他孙子放不下 亲情啊 真正要想爱护家亲 那你就决定求生净土 到西方世界 成佛成菩萨 你的家亲眷属 无论在哪一道 你都有能力去照顾他 这叫真正爱护家 你不能做佛做菩萨 你是个凡夫 你能够看到他 爱护他 不过短短的 几十年而已 过了之后呢 你就无可奈何了 这叫爱吗 这不叫真正爱护家 经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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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有过去生 过去还有过去生 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姐妹眷属 在那个时候你通通都认识了 通通都明了了 你有能力帮助任何一个人 这个叫真正的爱护我 永远不舍弃 这个不是一时 世间人实在是眼光太浅了 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将来 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探索 扩列明真 真真是扩列扩列 那么这就是真正能看破 自然就能够放下 看破放下了 心就清净了 看破是智慧是学问 放下是功夫 以这个基础 幸远持明 那就是万修万人去 故故地成就了 那么这个地方 所讲的念佛 念佛夜神灭八十余劫 孙思争罪 连持大使在抄里面 把这个意思在详细为我们说明 人有疑惑 人有疑惑 罪迹多戒 我们过去身中是无量戒了 无量戒所造的这个罪业太多太多了 华炎金 普贤行愿评里面说 如果这个罪业是要有形象的话 哪怕那个形象再小 小得像微臣一样 无量戒到今天 我们所造的这个罪业有多少呢 就是净失空都容纳不下了 这是真正 我们造业从来没有停过 神灶 口灶 还有中断的时候 这个一眼就念头 念头灶没有停过 日夜不间断了 分身世事从来没有见到过 你就晓得造这个业有多少 确实是无量无别 罪迹多戒 业中战胜 旧情参谋 见解功德 数可效望 这是大臣经上常说的 九 是要要长戒的世界 你比如佛家 这一个人从出发心 修行 成佛 要三大阿僧七戒 三大阿僧七戒 是九 情是情分 精情 参谋 就是参谋 行愿评里面 将这一切大臣经论修行的纲领 归纳到最后 两个法门 这个就是一切法门里的总纲领 这两个法门 第一个是忏悔 第二个是回向 把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到最后 成这两门 那么你晓得这个两门是修行的重点 修行的枢纽 九情参谋 也就是说 经过三大阿僧七戒 不断的修参谋法 这才渐渐累积功德 把这个无量戒的罪业消掉了 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是佛在一般经上所说的 在华严经上讲的 那就不是三大阿僧七戒 还要长 佛说要五量戒 佛说三大阿僧七戒 是对全教菩萨讲的 对这些小菩萨说的 说太长了 怕他退心了 哎呀这样长算了 我不学了 就说短一点 说三大阿僧七戒 说短一点 华严经上 是四十一位法神大妇 可以讲真话 讲真话要五无量戒 那讲真话了 那么佛说三大阿僧七戒 成佛是不是骗人呢 佛不忘语 三大阿僧七戒确实成佛 成的什么佛呢 天台加叛教 叛为四教 藏通别远 四教都用佛 而三大阿僧七戒 所臣的佛 是藏教佛 佛说成佛 没错 没骗人的 是藏教佛 藏教佛跟原教佛 差的等级 那就太多太多 藏教佛 还没有艰辛 还比博上 这个原教促诸佛 通教的佛 比藏教高一些 也到不了促诸 所以是这么一个阶段 别教佛 是相当于原教 第二行为的菩萨 那么 至于 原教的佛呢 差不多还有 三十个位置 还有三十个位置 所以佛并没有说假话 佛将成佛 你要懂得 他说得成什么佛 要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 旧无情参谋 才能把这个业障消除 而念佛一生 灭都结罪 叫人家怀疑在这个地方 男性在这个地方 因为古据 故俗不信 念佛一生 这个因似乎太容易了 太小了 太少了 他能灭那么多罪 灭八十亿阶 孙思中罪 这个好像 果太殊胜 这个因跟果 不成比例 所以这是 很不容易 叫人相信 很难 叫人接受 这底下讲 敬畏至心者 及一心也 所以这不是普通成念 是一心成念 一心里面 有四一心 有礼一心 四一心 还没有这么大的效果 若四一心 虽能灭罪 唯一粒 唯一粒烧素 罪将浮现 多多之念 只可灭少少之一 何况我们现在 连四一心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不认真 想一心上 这个鲁梨 这样散乱心念佛 那就是古人所说的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一句话 就是说 批评 一天到晚 念阿弥陀佛 念佛号的人 有口无心 口念佛号 心散乱了 这个念佛没有用处啊 念佛就是要把念头归宜 把散乱心收拾 那就有了效果了 所以有会念的又不会念的 不会念的没效果 没有效果呢 也就是种种山根而已 这一生不能成就 也不能灭罪 那么念到四一心 这个四一心 最低限度 是功夫成拼 所谓功夫成拼 就是一天到晚 心里面确确实实 有阿弥陀佛 有西方建徒 心里面真有 换句话说 我世间 所有业确实实 我都不牵挂了 我都放下了 我心里面 专门牵挂阿弥陀佛 这叫四一心 因为你心里 牵挂阿弥陀佛 这是四啊 四专一了 只牵挂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什么也不牵挂了 什么都放下了 这叫四一心 四一心呢 虽然功夫很浅 就能往生 灭罪虽然不多 能灭少少之业 所以四一心 功夫浅的 往生的时候 还有病苦 那是四一心 那是四一心 欵挂的 消的业障 消的少 如果四一心功夫 深的 业障 消的多的人 灵灵中就不生病了 生病是业障 先欵挂了 他不生病了 到时候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 这都是四一心 那么有人说 念佛人念到生死自在 那是最好的功夫 孙所说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在这个世界 再多住几年 也不碍事 这叫生死自在 那么这要到什么功夫呢 还是四一心里面 功夫比较好的 我们通常 这个 说这个功夫 分作三等 初级的功夫 叫功夫成片 中等的 叫四一心不乱 上等的 叫礼仪不乱 这个地方 只讲四一心 跟礼仪 就把功夫成片 跟四一心 合在一起 功夫成片 是四一心的前者 那么四一心深的 尽私烦恼 断了 尽私烦恼 没断 只是把它扶住 都叫做功夫成片 就是 扶烦恼 如果把它封为 九品的话 这个上上品变 功夫成片 就能够自在 往生 想什么时候去 就可以什么时候去 在这个世界 想住多少年 就住多少年 决定没有妨碍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这些人 能不能做到 各个人都能做到 就怕你不肯干 你肯干 没有一个做不到 如果讲 这个 上等的 那个四一心 那的确 不是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能力 自作 见思烦恼 要断尽 那很不容易 那理议心 就更难了 那由此可止 这个念一生 阿弥陀佛 灭八十亿 皆生死中罪 我们只可以听听 没分的 这理议心 我们做不到 到什么时候做到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以后就做到了 你看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这个 回乡记里头 常常也觉得 主念的 花开 见佛 物无生 那个时候就是 理议心不乱 在西方世界 花没有开 是四一心不乱 花开了 是理议心不乱 所以花开 见佛 是见报神佛 战佛记里面所讲的 别好完整 无虚 根目成形四大海 那是阿弥陀佛的 宝神 花开见佛 是见宝神 花没有开 也见佛 是见阿弥陀佛的 化神 不是见宝神 见化神 所以在莲花里面 佛菩萨也给你说法 也有海会 有大个母 那个完全是 是华神 完全是华神 不是宝神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金宗的书甚处 有人问书 文书不写 是华藏世界的等着菩萨 他在华藏世界 修行成佛 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是原教等着菩萨了 他为什么要发愿求神 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你们想想看 他为什么 各位听了我刚才讲的一番话 你应该会答复了 帕方世界 要灭罪 要九尽参谋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很难断 要很长的时间 粗的烦恼容易断 细的烦恼难断 你说佛讲这个三大二生期间 我们就看出来了 第一个二生期间 菩萨可以正得三十个位置 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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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二生期间 第二个二生期间只能正到七个位置 从粗地到七地 七个位置 你就晓得越往上越难 第三个二生期间正三个位置 八地 九地 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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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说 恐怕也要一个二生期间 他才能成就 所以越往上越难 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菩萨聪明到西方世界去 西方世界去 时间很短 很短暂 他就成就了 这是真正的应运 他为什么要往生西方世界 他往生西方世界 到达西方世界 他就正正了 等救菩萨去往生 那是上上平 生十道庄严土 一去就化开结福 不需要等待的 所以换一句话 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他的业障就笑出镜 你说这个多快 他在华藏世界 还要用一段长时间 没有西方世界快速 这就是他为了什么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么我们怎么小得快呢 弥陀经上 无量寿经上 光无量寿经上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清楚 你看佛在一起 大臣经上 说成佛 从初发心 正到佛国 不管他是哪一等的佛了 有三个阿弥陀佛 天文俗词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呢 那不是别的佛 是语言教佛 需要多少时间呢 顶多顶多 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跟阿森奇节不成比例 一个阿森奇节好像是一年 十二个大节就像十二分钟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缘教佛 就十二分钟 在这个时间修成一个葬教的佛 需要一年 你说怎么能比呢 不能比呀 十二节从哪里来的呢 你这个观无量寿经 下下平往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仅十二节 花开见佛 涉及从这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十节 在第一节 下下平往生的人 在过尼安节 他就成佛了 下平中生的人 成佛九亿 下平中生六节成佛 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已经第十节了 他已经成佛五节了 他在第六节就成佛了 这样才晓得西方世界这个成就 跟他方世界一比较 那就太殊胜太殊胜了 你从这边去看 中平下身 在西方世界成佛 是一个星期 七天 这就说明为什么能一切菩萨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原因在此地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 那个时间不知道速赚了多少 他的殊胜在此地 所以一切祝福都赞叹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本愿不可思议 功德不可思议 法门不可思议 成就不可思议 所以祝福要是细读三节 这些事情都明明白白 摆在我们面前 怎么能不觉悟呢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福之至心 正属礼 苏里面讲的 至心念阿弥陀佛一身 这个至心是讲的礼一心 不是四一心 一心即朗 即忘顿口 礼一心是明心皆心 至少是破一片无名 见一份真心 这个才是礼一心不乱 所以就是华言经上 四十一位法身大死 他们的境界 以我们净土中来说呢 就是说于礼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也有前身次第不同 前的 缘教出诸 深的等着菩萨 所以我们从菩萨的位置来说呢 礼一心里面又有四十一个阶级 就是情深次第 有四十一个阶级 都是叫做礼一心 一心即朗 朗是明朗 里面的见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也破一平了 星星透出来了 跟佛的用心没有两样 佛在经上常常用月亮做比喻 这个比喻很好 佛的心呢 像受满月 云云的满月 初度菩萨 那个心呢 就像初三初四的月牙 光明透出来了 满月的月光 与那个月牙的月光 是相同的 通通是真正的月光 不是假的 不过一个大一个小而已 都是真的 这就讲 初度菩萨用心是用真心 所以用真心不圆满 没有像佛那么圆满 那么自在 但是他已经是用真心了 跟全教菩萨不一样 全教菩萨以下的 是用妄心 八十五十一线索 是妄心 不是真心 他用的是真心 更佛相同 即妄 顿空即是累积 无量界来累积的妄想烦恼 到这个时候统统消掉 统统没有了 欲如千年暗示 这是个比喻 为什么了 无量界累积的这些罪业 会一下消失掉 这就比喻 这就比喻像 千年暗示 千年比喻 无量界 比如事件场 暗示 黑暗 比喻的烦恼 妄想 五十七 比喻这些 其一灯 暗不送运 千年暗示 你在那里点一盏灯 那个黑暗就没有了 就破除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你真正觉悟了 所有一切 习气 罪障 统统都消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虚妄 它不是真实 真实 就不能消灭了 它是虚妄 所以一觉悟呢 就没有了 不觉 它通通存在 觉悟就没有了 见性 这才算是觉悟 没有见性 那个不算是觉悟 那个没有悟 所以没悟不行的 没悟就要搞六道轮回 就有六道 就有十法界 悟了之后 不但六道也没有了 十法界也没有了 所以觉悟的 理议心不乱的人 他住哪里 华严经上讲 他住的叫一真法界 不在这个十法界之中 所以十法界里面那个佛 是藏教佛 是通教佛 别教的佛就不在十法界了 他到一真法界去了 不属于十法界 所以只有藏通佛 是十法界里面的佛 故一臣南无佛 皆以成佛道 我读妙法莲花有之 这个《妙法莲花经》里面讲 一臣南无佛 皆以成佛道 你要晓得 那一臣南无佛 使晓心成佛 所以理议心 才能成得了佛 那不是理议心 你别说一臣了 万臣十万臣 百万臣也没有处 也达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妙法莲花经》里面 所讲的 这个一臣南无佛 跟大四在此地说 智心念阿弥陀佛 是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要晓得 底下潮里头 有解释 这个法华三昧 法华三昧观经云 这是一部经的名称 跟我们观无量寿佛经不一样 我们那个观经 全名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这个经是法华三昧观经 这个不一样 说受放众生 一臣南无佛者 借荡作佛 唯一大臣 无忧而三 这一段里面 说明念佛的功德 是唯一大臣 经的意思 没有很明显的说出 指的是 释放众生 释放众生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一臣 它那个关键就是在一 所以这个决定不能够疏忽 这个一不是数字 不是说念一生 南无佛 不是的 是一心 是一心 承念 这个一是一心的意思 而且是一心达到极处 那就是礼一心 我们这个经上讲的礼一心 换一句话说 用的是真诚心 是真诚心 真诚到极处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礼一心 用这样的心 念南无佛 那就成佛了 借荡作佛 这也为我们证明了 观金三福 最后一条 所说的 法菩提心 身心因果 这个因果 跟普通的因果 不相同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一成南无佛是因 借荡作佛是果 所以这个法门是为以大臣 法华跟华也 古大德都叛作一成教 还在大臣之上 这个佛法呢 这个佛法呢 把它分作这个等级 有小臣 有大臣 有一臣 这个一臣呢 是将成佛的这个法门 大臣是将成菩萨的 小臣呢 是将成就生闻原觉的 我们通常讲古罗汉 辟制佛 成就这个果位的 这是小臣法 成就菩萨果位的是大臣法 教你直接成佛的 那么这个叫一臣法 所以华言跟法华 都是说于原教一臣 这个地方 唯一大臣 无有二三 这个二呢 就是二臣 大臣小臣就是二臣 三臣呢 就是生闻臣 原觉臣菩萨臣 叫三臣 所以这个法门 不是三臣法 不是二臣法 是唯一读的一臣法 这个唯一大臣呢 就是将的一臣法 一切诸法 一向一门 这个底下有五句都诗 法华三昧观金的经文 这个是第二句 那么这两句说明 为什么念佛的因果 这样殊胜呢 道理在哪里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把道理说出来了 一切诸法 这底下这个两句 就是一切诸法 一向一门 就是这个两句 出其所以 出其说出 说出的所以然 为何故一臣佛使 借当作佛 唯一大臣也 这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下面是解答 是约 以一切诸法 为一向 不二向 一行 不二行 故为一臣 这个解释的非常好 真正跟华严经上 所说的相同 华严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 一切解释 那个一是什么呢 就是一心 一切呢 是一切法门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是从一心变现的 一切法门 也是从一心里头流出来的 所以中门常讲 万法归一 就是一心 谭宗里面修行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一心 我们静宗 也是直接从一心来修 我们修的 念这句阿弥陀佛 目的 谭 就是一心不乱 直接修一心 一心统设一切法门 一心包容一切法门 一心涵盖了一切法门 所以你只要得一心 就统统都得到了 那么这个是原理 如果从四上说呢 花言里面说的 理四无碍 四四无碍 那么义呢 那么义呢 不是专义 而是任意 任何义都同是一切法门 为什么呢 因为愿意 都是一心里流出来的 所以大经里面才说 这一毛端 这毛端是四 这一毛端 我们寒毛尖尖上很小 有佛在那里转大法轮的 这一毛端里头 有佛在那个地方 讲经说法了 还会云集啊 这就是小大包 这一毛端里面 能容保王叉了 大前世纪可以装在这个毛端里头啊 毛端没有扩大了 大前世纪没有缩小啊 这为什么能容呢 这毛端是一心变现的 大前世纪也是一心变现的 一心跟一心里头没有妨碍 没有个 小可以容大 大也可以容小 我们这个小大不能相容 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 本来相容的 变成不能相容的 你要把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都打消 这个境界就现前了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 不思意泄脱境界 现在的科学家 也晓得这种事情 但是他不能证实 不能证明 从理论上 这个推向 有这个设施 他的说的明像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叫离死无碍 似死无碍的法界 他们说的是多元次的空间 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死无碍 如果科学将来进步到多元次 无限元次的空间同时呈现的话 就是华严经上说的这个境界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见到了 这毛孔里面呢 有如来在这里讲经说法 转八发的 你就真的看见了 决定没有障碍 受法界一阵状眼 通通通在面前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所以时间跟空间呢 都是抽象的概念 不是真正的事实 所以说科学 有这个理论 但是不晓得怎么实现 我们佛法里有一个方法 能够教你实现 就是教你修业心不乱 到离业心呢 这个境界完全陷进 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